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正和谐的家人关系 其实并不是靠着他们 天生就互相很合得来 而是住在一起之后 其实还是 让不出非常多的空间来 容许对方保有自己的个性 也就是说其实呢 这对夫妻并不一定 像表面上 那么喜欢对方的所有言行 不可能 终究会有一些讨厌的事情吧 一定有 是 所以这个对对方的讨厌 有可能隐藏在某一个 你们家里面的摆设的方式 或者是物品的上面 或者是一些小行径 就是看不顺眼 对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呢 就会帮忙一起来研究 到底家里面的摆设 暗示着什么 拥有这件东西 或者失去那个东西 暗示着什么 未尝不是对于 人际关系的一种帮助 我们的节目名称是 花花万物 讲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想花花万物的时候 大家要为我鼓掌 觉得我完成了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事实 你们这也太小看我了吧 就你能够不泄露你的个性 而说出一个东西 就大家很感谢你这么敬业 我的个性 对啊 就你没有抱着桌霞 或者是嬉笑怒骂的态度 没有说花花万物 没有这样子 就比较健康地说出来了 专业修复 贴心呵护 本节目由 功能性护肤品牌 国品之光 富尔加 我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花花世界 安全之选的 沃尔沃全新S60赞助播出 我们今天的助理主持人 杭瑜同学 是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对夫妻呢 他们号称就是令人膜拜的 婚姻关系 就根本没有任何瑕疵可言 就太恩爱了 也不吵架 而且你也知道 这对婚姻当中的男主角 是一个非常会扮演 各式各样人物的人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下定决心说 他要在婚姻生活里面 扮演一个好先生的角色 对 我们等一下有办法 找到其中的漏洞吗 我觉得一定有 那他的温度就会下降 好 欢迎我们这些来宾进场 欢迎 努力演 努力演 他们从出场就签的是 我们好恩爱 我们很恩爱 我们很恩爱 我爱你 你连这个也要演 欢迎 欢迎 小时候我就看你了 你说什么 等一下 你说什么 好像 你明明跟我一样大 你在那边 没有 其实你跟我 你比我还年轻 那个样子 但是我真的小时候就看你了 最后那句别说就OK了 你坐下 但是真的 我们两个节目都多久了 那你小时候就看他 也有看 我出套比你晚 我小时候看你节目 那你想看 好 这对夫妻今天非常大方的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容许我们去拍他们的私人空间跟私人物品之外 祖兰兄呢非常大方的要求X跟我要多问犀利的问题 他们说他们作为被人膜拜的完美夫妻是没有办法被攻破的就是我们绝对找不到漏洞 太完美了 对 太完美了 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 希望你今天能够笑到最后 对 好 如果他们这么完美的话 我们的温度计就没有发挥的余力 100度就涨不上去了 对对对 这里都不够 不够 我们大家用 可以一直上 我们大家用画的好了 你们是整集都会这样手握着手是吗 要继续演吗 对 可以放松 可以放松 自己要放手吗 是给了钱的 那他们作为这个膜拜夫妻 我不知道是一开始就 难道结婚前就有人知道我们两个结婚会100分吗 不可能 所以他们两个是 你们是不是一直到各个节目去表现出你们有多恩爱 不是我们表现 是大家觉得 你们如果没有做出什么事 别人怎么会觉得 那肯定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都说就是身高嘛 就怎么可能他会选我呀 我又能追他呀这种 外形 对 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是一个儿童节目主持 十几年前一个收费电视台 就全香港只有几十户 就是很小咖就对了是不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大家有感觉 大家就真想不到 你是一个对别人的儿童有耐心的人吗 我对儿童特别有耐心 所以小朋友大哭在地上这样 我不录 我不录 我有方法的 怎么办 不能跟他说不哭 就比如说跟他玩个游戏之类的 看我左手你就闭嘴好不好 你看我右手你就继续哭好不好 要跟他玩游戏 对 他就会 然后慢慢你递这个走 他可能就不哭了 厉害 对 他反正让他知道那个不是要强迫他做的 所以你太太哭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吗 我太太哭我就 我两只手都举起来了 你太太有被你 你太太有哭过吧 有 有哭过 S 我问你 你先生会知道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 不会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在他面哭 小兰兄麻烦你到我这边来好不好 好 小本本借一下 兰兄我们有一个小本本 上面需要写一些答案 所以你不要说出来 写出你太太上一次哭的时间好不好 不要看他 来来来 我的妈呀 OK 你那么爱他你一定非常了解他吧 这么久 对 然后从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再哭过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 那就可能 好 没关系 不要紧张 不要这么压力 这个答案我们就分手吧 没关系 好 亚楠 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啊 很久了 应该是去年 去年十二月吧 是在做月子的时候 是产后忧郁吗 也不是很忧郁了 就是偶尔有一次半次遇到了一些事件 他承诺他那一天可以来陪我 但是说 不好意思我要去庆功宴不能来了 去庆功宴 老婆生完孩子 你还有心去庆功宴 那个 你不是摩拜父亲吗 那个我是男主角啊 你不去也不好啊 那个你也是男主角吧 不然你那是男配角吗 没有 但是不是这样的你要听我说 因为本来 你知道我生完小孩的女人会有多脆弱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真的所有人我们做那个舞台剧 已经做了好久好久 那那天我做一个男主角 还有投资人等等 不去好像有点不怎么好 对不起 我要问一下雅楠 雅楠你觉得她写对了吗 我觉得她应该了解我 我觉得她写对了 我觉得她应该写不对 竟然真的写对了 真的很厉害 这一题我失败了 那你先回去坐 然后雅楠可以麻烦你过来吗 有考试啊 吓死我呀 到你了 好紧张啊 加油 你们既然令人膜拜 应该可以过关吧 你们已经有破绽了 刚刚那个太过分了 我好期待破绽啊 雅楠 我认为成熟的夫妻一定都容许对方 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然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请雅楠写下来就是 你其实知道 祖兰很喜欢那个女明星 可是你不说破 让她保有这个想象的空间 你写下来这个人是谁好不好 这道题挺好的 我也想一想 只有这个吗 只有这个吗 不可能 还有没有别的 那可以写好莱坞了吗 可以啊 你写好莱坞了 我看看她的品味是哪一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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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难 她写了两个名字 所以好莱坞那个你应该讲得出来是哪个吧 尼泰尼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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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个中文名字 还有一个中文名字 嗯 我没料到你会喜欢她 对 中文名字 王祖贤 所以你爱过王祖贤是不是 哦 小时候 可是不是王祖贤 是现在你还喜欢另外一个女明星 现在的 对对对 还是很喜欢的 对 而且真的很漂亮 舒淇吗 哦 哦 我帮你补上 哎呀 哈哈哈 你喜欢舒淇啊 ok 对不起她写的不是舒淇 麻烦你再给一个名字好不好 对 哈哈 你写的不是舒淇 是另外一个 三个字的 三个字的 现在也很活跃吗 超活跃的 而且你跟她好像有合作 蔡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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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人家已经结婚了 没有没有 她刚才跟我说有合作过 有合作过 原来是这样王祖兰 我只是随便说有合作过 祖兰为什么擦口水 哈哈 她流口水了呢 我喷口水了 不是擦口水了 单身而且还蛮年轻的美女 跟你合作过 嗯 MASTA 再写上去吧 写上去 谢谢写 又不是 不是吧 哈哈哈哈 你喜欢的内心还蛮多的呀 这么多 有可爱的 没有这么多 都给小艾出用我了 哎呀 好了 谢谢你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谢谢 我认识很宽耶 哈哈哈哈 回家算账 哈哈 慢慢算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刚刚这么有把握的 然后一下冒出这么多 我都一页都写不下耶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雅兰真正会介意的是书棋 是 刚刚你说出书棋的时候 雅兰就重复了好几遍说 原来是书棋 哦 他重复了好多遍 对 哦 然后你讲王祖先生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放宽了一下 觉得说啊 是你年少时的幻想 然后当你讲出蔡兆坤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又感觉到一阵寒意 就是 你是不是人啊 对 家人一样对不对 对 对姐姐一样的 亲姐姐一样的 没有他跟我说 合作过我就突然间想起一个 阿莎是怎么回事啊 阿莎是因为是刚合作过 然后 刚刚有一个多月 都是要跟他谈恋爱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名字里面 太太比较介意的是书棋 嗯 性感女神 太性感了 你有告诉过书棋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们都聊过 如果有一天我女儿长得像书棋 也有可能 就会像她那种高一点点 然后像我嘴唇厚一点点 嘴厚一点点 然后感觉加起来就是 你现在是在说书棋长得像你吗 就是如果架上她就有可能像 单纯是我的话就不可能 所以你们刚生了一个女儿对不对 是 现在十个月大 十个月 有书棋的影子吗 她现在很喜欢玩这个 应该很多宝宝都喜欢 她本来就不像的 然后她一做这个我就觉得像 那你就鼓励她常做啊 也许以后嘴唇就会越来越厚 我希望她别做太多 我真的不希望她像我 真的像她好了 没有 你不是希望她 有厚厚的书棋嘴吗 我比书棋厚啊 男男嫁给了初恋啊 我嫁给了初恋啊 她是你第一个男人 也是唯一的 小时候十几岁那个就不算了 那应该算啊 那你为什么一直说我是初恋啊 对啊 那她根本就是第二个好不好 全国媒体都以为我是初恋 你们俩夫妻真的是很假 全球媒体啊好不好 那个是北美的是吧 那个是加拿大的 然后就是真的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一个番薯 一个懵懵的 什么番薯懵懵的 就不知道什么是拍拖一回事 然后就短短的一两个月 那就是你的初恋 初恋 那她不想承认而已 我不想承认 我没有逼你说要我成为你的初恋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第二个 我现在才知道 赶快重新那个啦 写你们的资料 你不是初恋 对 上网 改一改 可是不是初恋比压力真的比较小吧 就是聊到男人 他只能够想得到你一个人呢 也没有 男生是这样的 不是对自己压力大不大 是对对方的感觉 对 就是你感觉 我是你的初恋 你挺单纯的 就是 你刚刚那是什么表情啊 回放一下 你做了什么 请看回放 就是你感觉 我是你的初恋 你挺单纯的 你挺温度掉到零度 我知道她曾经是 有过很坏的很坏的一段时间的 对 之后就变得很好 就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就 哇 好单纯的一个儿童节目小主持人 很可爱 你不需要加上小 这个字好不好 就是好可爱 cute 然后就会很想跟她亲近那种 她想跟我亲近你知道吗 对 就不会觉得她会爱上我 你是不是觉得说她完全没有攻击性 就是可以跟她变成好朋友 对 对 对 就是好朋友 就是因为有很多 对 就是跟我差不多高的男生 就会看着我那种眼神 刚刚选美出来 华仪小姐 那种眼神 就是很想要我知道那种感觉 对 所以跟她的话就是 就是 就是 嘿 我们去吃饭 来吧 再走 好 主兰要教我们她的一些秘诀 她说她有一个三部曲是可以教会人家怎么表达爱情的对不对 五个语言 五个语言吗 因为我们都有上那个婚前的辅导 对 好 有没有上婚前辅导 有 所以你知道了什么 比如说 男生不希望听过程 只希望听结果 女生希望讲过程 不希望讲结果 可是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配合她 因为你很可能很想讲 对啊 你会不会其实很多话想讲 然后就是为了怕她会不想听 你就只好减略 那幸好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人 就是一般 我跟一般姐妹一起聊天的时候 就是聊到凌晨三点 然后可能就是 她们每个人说两个小时 完了之后我就 她只有一分钟 谢谢大家 真的是这样子吗 谢谢 所以你没有很强烈的要抒发的欲望 没关系 不会太强烈 当然我现在最近 比如说每天晚上都跟她问一下 你感受怎么样 我就不是一百个事情 一百个都不想听 就是比如说你最不开心的是哪个 比如说你能解决那个呢 她基本上其他都OK 刚听起来是说 你今天只能讲一件事 你要讲哪一件 你想好以后再讲 你最好跟我讲清楚 没有你想清楚 每天一件事情 一个月三十件事情 你都知道其实也不少 很厉害 其实也不少 那你每天这个问的时候 你愿意听多久 比方说她讲十五分钟 会太久吗 没有也没有多久 一般我回家都很晚了 她讲到一半她自己都困了 那先生会跟你讲她今天工作的事情吗 她好像比较像一个女人 她话很多是不是 对 她话很多 想说的要表达的非常多 你不准老婆讲 然后自己蒙讲 那我以后讲重点了 可是你重点可能很多个 你们应该参加那个婚姻辅导课 就有讲过要招待以前的感情历史啊什么 感情历史好像在辅导里面都不用说 我比较少说 比较少 比较少 是年人自己互相问的是不是 对 也会主动告诉她吧 听起来是她们参加过婚姻辅导 就是她们真的有执行当中的事 这个很难得 就是我们为了这样子 可以将来走更远的路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基础 是 祖兰你看到板子上写的 你为丽雅兰写的《事爱三部曲》吗 所以祖兰你一直为太太写歌是吗 是的 然后你最近有一个新歌是为太太写的 有一个那个是为商言写的 叫做什么 商言我爱你吗 好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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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爱你的方式 我觉得还蛮浪漫的 那个只是开玩笑 那个只是一首比较好玩的 那种比较洗脑的歌曲 对 可以唱个一两句吗 杀我的咖 来让我帮你拨拨拨拨拨小龙虾 你想吃的冬瓜南瓜西瓜 我来帮你切吧 尽管吃香开水吧 所以刚刚那个歌是认真把你放在心上写出来的 他也是在想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而有灵感 他有帮你拨小龙虾 他有帮我拨虾 各种虾 还有蟹 这还蛮周到的 我老公也都帮我拨 你有老公 这么多点我都不忍心告诉你 你其实没有 我有 我还有三个女儿 我还有公婆 好吗 有吗 有吗 有吧 我以为是她太太帮她拨下来 她太太 因为我已经帮她做了很多事了 对 你帮她做了什么事 她帮我做太多了 就是你想到的都做过 洗碗 擦地板 煮饭 就是晚上很累了 想洗脸也洗过 她不想动 你帮她洗脸 对 她最不喜欢就是卸妆 所以你常常帮她卸妆 也没有常常吧 就好累 真的太累的时候我就会帮她卸 这很有趣 然后如果出门的话 她的行李是她收拾的 如果我在香港就是本地工作的话 那盒饭是她准备的 哇 所以你是她的全世界吗 她也是我的全世界啊 没有啊 你世界还有王祖贤舒淇还有 对啊 对啊 阿萨 阿萨 蔡少芬 对 其实可以再继续下去 你还可以继续写 那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哀 那我们外人就没话讲了 就人家夫妻自己开心就好了 对 然后呢我们就 陈锋她们答应我们去拍了一些 好 从丈夫的角度看看太太的东西 从太太的角度看看丈夫的东西 好 我们看看太太拍了一些什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亚南 欢迎来到我的家 这是我老公的鞋柜 其实身为一个男人呢 鞋子还算挺多的 但是呢她穿的最多的是哪双鞋呢 最 最最最最最最最 史上最破烂的拖鞋 身为一个男艺人 而且呢是各种不同的活动啊 庆功宴啊 就是出镜率还是蛮高的 真的 然后你看已经就成这个样子了 真的 穿了好几年了 看这鞋体继磨成这样 好像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样子 然后冬天就是基本上穿 这么一双 她非常喜欢这双 然后上面那些鞋子呢 你看出去蛮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够不着 好 欢迎来到我非常美美的玻璃柜 你看是不是很高贵啊 有各种的酒杯什么的 但是你看在这里 有很多有的没的 就是谁的呢 当然是我老公呢 在八老贵买回来的一些杯子啊 根本跟我的玻璃柜不搭嘛 在我那么美美的一个玻璃柜里面呢 竟然可以看到 祖兰粉丝送给她的 服务兽 虽然呢是非常有纪念价值 因为她拍了很多 服务兽系列的节目 但是应该 打在一个更好的柜子里嘛 不应该放在这里 最奇怪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指挥棒 为什么有个指挥棒 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呢 虽然是一个 我蛮喜欢的一个音乐舞台 但是你为什么会 放在我的玻璃柜里面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人 里面呢就只能放一些 酒杯啊 你知道吗 就是高贵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外出的 好吗 没有 她真的很在乎这个玻璃柜 对 好 好 欢迎来到我的厨房 对 然后呢 来到这个位子就是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 经常买一些有的没的的厨具 但是我觉得 觉得最没有用的就是 这个蛋糕刀 而且这个形状呢 很奇怪 你知道吗 如果是什么方形 或者是椭圆形 或者是三角形 或者是有一个公仔的形状呢 就觉得你不可以 切得很 就是很均匀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刀呢 还是 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我听说好像又出了一个 新款的蛋糕刀 这个任何方形状 会再买一款 新的 那我就惨了 好 我们来到这里了 就是我们的环导大师 王子兰先生 他非常热爱环导 所以呢 就买了很多厨鱼鸡 这已经是他第三部厨鱼鸡了 这次两部呢 都不好用 而且坏掉 那这部厨鱼鸡呢 我觉得样子还蛮好看的 就让它留下了 没有想到一拆开 也是坏的 然后我觉得王祖兰先生 在环保的路上太坎坷了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 不要再买厨鱼鸡了 换个路线吧 好吗 接下来这一部呢 是祖兰应该会碰死我的 如果我把它捐出去的话 因为他非常地有童真 他很喜欢在家里开派对 而且呢 请大家吃雪糕 就是他买的第二部雪糕机 第一部呢 是超大型的 就是有三个这个孔的 那给我吐槽之后呢 他就把两部小一点的 但我觉得还是很占位子 你看我的厨房 多么的有品味 多么的美 然后就突然之间有一部 那么大的雪糕机 所以 我还是要把这部雪糕机 带到现场 我很抱歉 祖兰家里面这些神秘的物品呢 祖兰都会很耐心地 让他太太知道特别之处 那我现在也要让你知道 一样东西的特别之处 这是我手上所拿的最亲爱的 富尔嘉所推出的灯泡膜 灯泡膜能够让暗沉皮肤 变得亮白 富尔嘉希望每个人都像小灯泡一样 亮白通透地去面对整个花花世界 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呢 不止你的皮肤 有连你的人生也跟着山沙发光了呢 所以大家快来试一试吧 我觉得整个影片当中 亚南都处于瀕临崩溃边缘 太多 我可以体会你那个高雅的 那个玻璃柜里面放那些 你非常坚持那个玻璃柜里面的东西 对 因为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 布置整个屋子 然后玻璃柜也蛮贵的 然后就希望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贵一点的 所以里面的杯子都是还不错的杯子 就是有很多都是人家送的 都是蛮好看的 那也不贵 人家送的 可是至少是配合那个品味的 配合那个气质 你知道吗 然后就突然之间有这种杯子 这种什么棒 指挥棒 为什么不自己另外找一个柜子放你那些东西 没有柜子了 而且福禄寿放那儿真的很不搭 他想扔的 但是我说就人家一个心意 我就不要这样吧 对 我觉得还是不完全不搭吧 你们觉得搭不搭 没有 那个白老慧的杯子也是杯子 不同风格 对 就是等于说风格 你知道吗 我不 我不能 你是要讲说白老慧对他来说很重要是不是 对 白老慧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学这个的 然后 你是学白老慧的 学音乐剧的 然后我是超喜欢就是去白老慧看音乐剧 然后其实我已经没有其他特别大的娱乐 我就好喜欢一个就是音乐剧 一个就是金剧 这两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就是心情会好的 我看完之后 所以我不会买很贵的东西 但是看到这个 我就想想到那部戏我就很开心那种 然后你们是不是有说 你们Baby是在看音乐剧的时候 怀上了吗 对 还有他出生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演音乐剧的时候 他是Broadway Baby 对 他是一个Broadway Baby 对 他们俩刚刚一起做了一个动作 我实在也觉得蛮毛骨悚然的 Broadway Baby 我觉得如果不是演艺界的同事的话 来我们家做客 然后 你们想揍他们 晚餐期间他们如果这样的话 我一关他们我就大骂 对 大翻白眼 我跟大S一定会大讲特讲他们在坏话 我们来了 我们来你们家了 Broadway Baby 他们竟然还叫Broadway Baby 小朋友出现以后 你有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爸爸 这件事情跟之前的人生非常不一样吗 也没有说非常不一样 就反而是很多小事情上面就感觉到了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节目 来拍节目了 然后我们我也会在节目后面化妆什么的 就肯定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问问他们是 那个Baby现在怎样之类的 你已经多久没有用手机帮你老婆拍照了 我之前也不拍 她 对 她从来没有拍过 不爱拍你老婆的 我不爱 她不喜欢拍照 可是你太太有很多漂亮的照片放在网路上 她自拍 然后就逼她 我们一起来吧 对 可是你却愿意用手机拍你的Baby 有些她的第一次 或者是她 有时候她不在 比如说她去工作 我就拍Baby给她看 或者是多拍Baby给岳父岳母看 所以也不是那种猛拍猛拍的那种 不是 功能性的都是 功能性的 可是打电话回家去 以前会先问太太怎么样 现在会先问Baby怎么样 对 以前就是她会赶凌晨的第一班航班飞回来 就是跟我睡一会儿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飞去哪里工作了 就是好甜蜜的 现在就是赶着回家要见宝宝 她会不会就是跑去跟宝宝睡 然后不跟你睡 她就是跑去拍拍宝宝 看到她睡觉的样子 然后很甜蜜的样子 之后就跑去客房睡了 还是去客房 所以你现在世界的第一名就是宝宝 第二名是客房 对 雅兰没有经历过生完小孩以后 心情不好的阶段吗 其实生完小孩就是一直 那个荷尔蒙会有点起伏 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也身边有很多妈妈朋友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就是希望我的爸妈妈 还有那个月嫂还有我呢 就尽量不要一起 在我刚刚生完孩子 那个心情有波动的时候在一起 因为听好多朋友说 因为身边都好多人生了嘛 好多人都说月嫂跟爸爸妈妈 是会有冲突的 所以我们尽量避免 但是看见爸爸妈妈眼神 看着宝宝很不舍得 那种不想离开 对很不舍得离开 那你看上去她很就是很温柔 就什么都无所谓 但她这一点我是蛮佩服她的 她就很坚持说 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坚持这样子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真的好 所以稍微要安排一下呢 就比如说她生之前几个月 就让爸爸妈妈来 然后生了之后呢 一个礼拜不够 就让他们比如说 你们回去北美休息吧 如果月嫂只来三个月 那月嫂走了 那她又没有人在她身边 那不如你带月嫂走了之后 你再过来 那她就长时间都有人去照顾这样子 所以都分配好了 对 对 听起来王祖兰自己都不在 为什么分配中间没有你 因为刚好她生之前 我就是刚刚庆功宴那个舞台剧 她还为了 你知道 太太还为了先生要再提早剖腹了 什么意思 对 就是在演舞台剧的那个时候 预产期 就是我的预产期 就是她可能在台上面 唱歌的时候 你老婆生了 唱快点 然后怎么呢 怎么样呢 会唱快一点 所以我就说 还是让我老公安心地唱好她的舞台剧 然后就提早破妇产吧 其实我 如果真的退的话 是可以退的 所以我就问她 你真的确定吗 那结果她就说 OK 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时间 在我现场演出之前 我们就把她上了 她为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 然后做月子的时候 你竟然不去看她 我不是看她 我都在 就是那一天没有看我 孙子诞生的时候 你在产房里吗 在 你有握住她的手吗 因为 不敢 没有 我就说握住太太的手 她 对啊 好可恐怖的那天 她第一天 对 因为我是很怕看血 血的 她会晕倒 然后医生说准备好了 然后我就随便冲 我说快点 就不小心冲到她要开到那边 我本来是想冲到头的那边 然后就吓死了 不行 那个气氛是很好的 然后她就播着那个 张学友的 每天爱你多一些 多一些 因为我一天 然后我就握着她的手 就这样子 是直到听到婴儿的哭声那一刹那 对 然后有立刻拿到你旁边 婴儿 拿到她旁边 但是我都不敢碰 都是她 太软了 对 好像太脆弱 太脆弱 而且那个时候她在做舞台剧 因为她很感情 就是可能第一次做爸爸 她会抱着的时候 会哭 但是一哭呢 就对那个声音不好 对嗓子不好 嗓子不好 对 我就不能唱了 对 那为什么会有张学友的歌呢 那个医生就放一些 想要让产妇比较心松 好轻松的 好轻松的 对 轻松 那好奇怪 但是又听到剪刀的声音 那剪刀就一 那种吗 剪刀剪刀 感觉就是你一边听到张学友 一边听到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 像我们广东那种 剪那种牛杂 她真的很喜欢做声音 对 对 对 我们有东西在富尔加花花柜里面 我们麻烦杭瑜 好的 让我们打开 富尔加花花柜吧 把最上面那个怪东西拿过来 拐蛋糕 很好用这个 这完全值得拿来 从事慈善工艺 这真的很可恶 对 它是规定你只能切出 这个形状的蛋糕吗 是的 但是你可以 稍微把它弄宽一点点 或者弄窄一点点 那就实际上有一点点不同 可是你用刀这样切下去 你就爱多大多大 那这个真的很方便的 真的很方便的 完全不方便 而且洗起来 你看这凤凤很难洗到 而且你这个如果碰到凤梨酥 怎么办 对 没有 你没有发现 平时切蛋糕的很难切吗 又用叉子 又用刀什么的 没有 这样毫无道理 而且有些大 有些客人会要求大一点 或是小一点 你这个就只能就是一样 那给它两件 算了 它就是不合理就对了 不行 我搞不懂 为什么你买的厨余机 那么容易坏 第一个 我想要那种厨余机 是它可以变肥料的 结果它只是干燥 它烘干之后 我就用来种菜 后来种菜它湿了 那老鼠就闻到 然后就翻那个米 然后后来家里就有老鼠了 所以我就把它 我就没有要了 然后后来第二个 就可以变成一个 找气 是吧 找气 找气 接着燃气这种 就变成可以生火 我以为就很环保 结果老鼠又闻到了 老鼠就把它咬穿 结果我的平台都是那种 垃圾的味道 然后后来刚好装修 就让装修的工友都帮我把它拆 不小心一拆 因为里面有找气 爆炸 就整个平台都是那种 就是腐 腐 腐的臭气 对腐烂的味道 真的很难闻 然后第三个就是 刚刚你看到这个 坏掉的那个 对 我从美国买回来 一买回来就坏了 还没用吗 还没用啊 一开箱就坏了 要环保 要环保就这么难吗 所以你这么在乎厨余机 我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环保 就比如说我就不用那些保鲜纸 就我们家里冰箱里面 都是一个盒 一个盒 一个盒 自己带的 然后那个冰淇淋机 真的是为了派对买的吗 真的为了派对买的 真的有办法成功做出来冰淇淋吗 好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排队了 比如说我开一个四十人的派对 四十人都在排队 你开四十人的派对 不止四十人 对不起 有时候开八十个人 他亲公宴 八十 然后 四十人是你在张罗吗 我就要就是每个人要服务一下 喝什么 喝水吗 怎么怎么样 最近好吗 然后他就说一声 而且要洗机器是最麻烦的 谁要洗 就是他们派对完了之后 我要晚上洗啊 然后 你洗 没有 我还有那个阿姨 会一起帮手洗 对 我以前还有个大的 三个的 三个口的 对 现在可以要求巧克力冰淇淋 或者是牛奶冰淇淋 对还有 对 twist的都可以 那现在因为有宝宝了 就把大的拿走了 就放一个这样一个小的 然后你在派对里面供应冰淇淋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特别开心啊 因为大人也好啊 冰淇淋就变小朋友了 特别心情也特别好 小朋友来到玩这个也觉得很好玩啊 是 可是你太太就会觉得很麻烦啊 就是麻烦 而且那么大一个机器 在我的厨房里面 那真的好玩啊 好开心啊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一般 真的吗 你老婆不开心啊 你是视觉觉得不好 还是洗的时候觉得不好 视觉还有洗都很麻烦啊 而且派对 不吃冰淇淋也不会怎样啊 在家里可以吃到旅行的那种 软冰淇淋多开心啊 那我去旅行干什么呢 就家里就可以 带家里就可以了 他们终于开始 在家里 总在有一点夫妻的样子 亚南的人性出来了 你有温度了 你刚刚到了六十度太棒了 对 不好意思 我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 这一题可能行不通吧 你觉得他太太会好好写吗 哎呦 在考试呢 在考试呢 好 好紧张 我就要他写得出来 真的吗 那你跟祖兰聊天 我去请亚来写 啊 这样怎么可以安心聊天呢 随便聊随便聊 我们可以聊什么 所以你跟一老婆 我真的不吵架吗 不是不吵架 是他不懂还手 就是一开始 我还是有点发脾气那种 但我发脾气之类的 他最终就是没感觉呢 你对着一个木头你吵来干嘛 就是有时候觉得比较讨厌 OK 好 谢谢你 OK 太有趣了 OK 你就随便聊完了吗 聊完了 聊完了 你打发时间了 打发时间了 打发时间 你也挺舒服的 随便聊聊 我跟你讲 我请她夫人写这个嘛 然后她夫人写了这个答案 怪吧 很奇怪 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怪有什么怪怪的 祖安 我如果说请你太太写一个 她最讨厌的你的行为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起床 起床 为什么 就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难起床 她不在的时候 我就可能自己能醒的 但她在的时候 老师就是在床上 翻来翻去都不愿意起来 还有就比如说她准时 叫醒我了 比如说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再叫 就五分钟 就叫了可能一个小时 那你这样工作不就会迟到吗 她就会早一点叫 对 好辛苦 从凌晨三点开始叫 就叫到七点钟 有时候凌晨四点五点 她都挺惨的 本来不是起床 再来一个 不是起床 对 还有啊 这很严重的 对 还有一个 我有点吓到 打宝宝 打宝宝 你小孩不是才十个月吗 你打她干嘛 没有 没有 因为你 没有 这可以 哈哈哈哈 因为我 我最近有一期是 我希望多跟宝宝在一起 然后她睡在我们中间 然后我发现我梦中不小心打她了一下 赏了她巴掌 赏了她一巴掌 然后她哭了 我就稍微听见 然后她就没哭了 然后睡了 这不值得讨厌 这不小心的 她不会 你太太不会为这个讨厌吗 更严重一点 更严重一点了 你真的不知道 我每天都好晚睡 或者是不跟她一起睡 答对了 真的吗 你讨厌这个吗 她很讨厌这件事 她说 她不高兴你 晚上回来的时候 跑去睡客房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她很容易醒 客房里是谁 客房里客人 客房里客人 她是不容易睡着的那种 好 我轻心把门一打开 她就会醒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点光 她就会醒的那种 许希地我们问这么黑暗的问题 他们给我晒恩爱人 想写出这么甜蜜的答案来 你这题失败 没有败的 怎么那么厉害 她们许讨厌的事情 写出这么甜蜜的回答 可是她刚刚有讲说 他们会吵架 所以有没有哪一次先生 骂你真的把你骂到很气 然后你想要骂回去 可是真的没办法 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哭 其实她没有错 她就是说的东西 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就觉得 要哭 就比如说 我很有道理 你太有道理了 你已经掉到零下十度了 没有 比如说就 她太太骂哭 这很可怕 对 就比如说我不小心 把她的侄女 抓到地上了 然后 那有没有道理 你说有没有道理 你们家是一个 对婴儿安全的地方吗 你们的孩子 不要来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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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是不小心 但是她就是各种 你为什么刚才有这样子 你不知道责任多大 对 因为自己孩子 只有自己心疼 那是人家的孩子 是我弟弟的孩子 那 就少看一秒 我都觉得压力很大 可是你骂到有多狠 不是狠不狠 是当时候不止她一个 我妈在 妈妈也一起骂她 她妈妈没有一起骂 但是可能就是那种环境 在其他人面前 这样骂她 就可能有点不好 但是那个时候 一看见宝宝 一直在哭你情绪里 就来了 对 那个小孩后来 有再来你们家吗 也经常来 她现在能保护其他宝宝了 对 她真的很权壮 没有记恨这件事 好 刚才看了影片之后 然后我们就是替夫人 发泄了一些她的抱怨 希望温度应该可以上升一些 看看现在温度到了几度呢 75 上升了一点 上升快40度 所以刚才是有什么温暖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让太太想出她心里的 对 一种出发 我觉得出发在婚姻里面很重要 对 对 而且我还蛮佩服丈夫回去一只 认真的询问太太说 今天的感受是什么 对 这一点真的蛮贴心的 所以你收工虽然很累 都没有力气卸妆 你还是会想办法跟太太聊一下天 尽量也会问 尽量也会问 尽量才可以保鲜 对 请问今天她说了 不喜欢你去睡客房之后 你会接下来都睡她旁边吗 还是有点纠结 因为我真的很怕吵醒她 她就愿意你吵醒她 好了想想吧 还是吵醒她吧 对 对 她是甘愿被你吵醒 那吵醒她吧 喂 也不用那么大声吧 刚刚温度上升了一些 然后我们也看到 我们比较习惯了夫妻相处的样子 接下来要看的是 祖安兄拍着她太太的东西 看我的 欢迎来到我的家 还有让我吐槽一下我老婆 我老婆没有什么好吐槽的 她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她没怎么买包啊 什么LV啊什么的 但是她喜欢的什么呢 她喜欢买LV啊什么的那些锅 你看一下啊 她有一个就是管理房子的哲学 就是在家里呢 一进门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看得见 你才觉得我想回家 所以你看这里是很干净 好干净 然后打开你看一下啊 她不喜欢买包 但是她最喜欢是什么呢 买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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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有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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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锅哈哈 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吗 不只 跟我来吧 跟我来 锅 哪里藏在哪里 底下还有一个地方 我感觉就是一个陪葬店 7 可以吗 不是这样 他买回来以后呢 他发现呢 就是这个锅呢 比汤更重 他拿起来都好了 所以结果呢 他就没有用 嗨 好久不见了 那个锅真的很重 最近怎么样 要做给40个人吃之类的 对 对 浓缩就是金黄 对不对 请看一下我们这个衣帽尖吧 这边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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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里 就是他的 也不算很过分吧 不算过分 衣服是他的 镜子是他的 这个有密码锁的保险柜 也是他的 就是告诉我 这里都是他的四方签了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得到 为什么呢 我是没有密码的 还有什么呢 它上面有一个指纹锁 也没有我的指纹的 有一天 他手指脱皮了 他的指纹开不了这个 他也忘了密码 他又脱皮 结果是什么呢 就换了一个新锁了 整个门爆开了 哈哈哈哈 但是换了一个新锁 还是没有我的密码 还有指纹 你看 开不了的 我开不了的 我开不了的 私房钱 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 你看 都是这些消毒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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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的东西 然后排的都慢不错 但是下面有一个是什么呢 哇 他的童年回忆 你看 小时候有玩个这个吧 你有玩过的话 大概 你也年纪不小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然后呢这个呢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 去旅行的时候 在一个二手货的店 然后呢 就有人卖这些嘛 然后香港都好难找嘛 然后就说 哎呀这个不童年回忆啊 我拿回家之后我可以玩呢 也可以经常去玩呢 什么的 然后买回来之后 没有一天玩过 应该有人想玩吧 挺好玩的 这个就是 我和雅兰的婚姻照 这个照片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有意思 把我们两个的关系 这好厉害 感觉 爱情 人生 所有事情就放在这个照片里面 这个照片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在这个家里呢 有很多照片我都不喜欢 哇 太浪漫了 这个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照片啊 把我拍得那么帅 把它拍得那么美 然后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但是 请看一下 这个浪漫浪漫的照片 随便放地下 好 好 还有 你看一下这个照片的相框 已经绣了 脱毛了 就一我眠到现在 他们没找到地方放这个照片 然后他一直说 我每天睡之前也要看一下 这个照片不能换 好有剂面价值 但是有剂面价值也可以干净一点 也可以没有细菌吧 也可以不用发毛吧 对不对 你想再换一个之前 麻烦你找到一个地方把它放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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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得很棒 拍得很好 对 很美 很帅 所以套超喜欢的 对 这个是贴在墙壁上的 对 整个挂在墙上 成为了家里的景点 就是客人都会去 你这边拍照 对 当初就决定要把 结婚照放那么大 放在家里 对 我决定的 对 因为她看一个韩剧 然后全志贤好像就在 整个墙上面 很大的全志贤在墙上面 然后灵感是来自全志贤 所以你当时有抗拒吗 嗯 我觉得也OK的 对吗 对 所以跟冰淇淋的作用一样 功能一样 来着就开心 为了服务大家的 对人会开心 还有真的拍得挺美 放场上真的不错这个 但是那一副也是很浪漫 是浪漫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放好 你是希望她挂起来是不是 对 其实可以很随意 有看很多国外人他们的照片 都是放在地上 就是很随意的 你讲得没错 对 我很喜欢把画随意地放在地上 对 靠着墙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那种 对 不用就是一定要放在哪里 挂在哪里 挂起来反而会变得有点俗气 所以这个照片 就互相的观感不一样 然后锅子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锅子真的不需要这么多 是吧 是吧 就一个炒的一个炖的 但是我也为了服务他的朋友 有时候我煮的最多是二十几个 就是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二十几个人一桌菜是你煮的 都是他做的 一桌菜然后真的是有那么多锅 如果你那么爱开派对 然后他真的有做菜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抱怨了 对 是你的朋友我有服务 然后你把我的锅扔掉 什么意思 二十几个人每人一个锅吗 他要做很多菜啊 有一些我都没见过你用过啊 我有用过 你忘了 是吗 有些是看起来没有用过 全新的样子 那个最大型的那个你有用吗 那个就用了几次 太重了 其实我有点冤枉 因为本来打算买三十二寸的锅 他叫我买三十六寸的锅 因为他说你把大一点无所谓啊 我反正汤你煲多少汤我都会全部喝掉 我以为他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重所以不拿回台回家嘛 我说无所谓啊 我们还有位置啊 我们我们应该还够的啊 所以是你鼓励他买的 他鼓励我买的 没有 我我是鼓励他 但是鼓励他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 那个装潢的风格 他喜欢通通都藏起来看不到 是的 这个OK吗 就现在真的不敢买太多的东西 就是如果他不是这个要求的话 我就可能买多一些手办啊 玩具啊什么的 买了再算吧 是 但现在这样子就真的有一点不敢买 可是你们两个都是洁癖吗 他洁癖我没有洁癖啊 可是你这是说他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床 他一定要洗完澡 对 一定要洗澡 比如说已经洗过一次澡了 你出去一下几个小时回来 你又要再洗一次 他觉得你出去过来 你就是有细菌的了 你就是不干净的了 是他这样讲的吗 他觉得我这样 但是他是双重标准啊 如果他自己比如说他太困了 他不洗头 比如说他这样子已经设好他的头发 做好他的头发等等 他觉得我就不想洗啊很麻烦了 他睡了 他又不觉得他有细菌呢 没有 我说那为什么我有你没有呢 头子是那么一小部分 但是你下面那么大部分都是菌 我哪有你大 然后我就是这里 我就是这里是菌 所以他叫你洗你就要洗吗 那就要洗了 难怪你睡客房 那所以为什么我去客房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累到不想洗澡 真的不想洗澡 因为我睡在床上面 他又不喜欢 那我就不能睡在床上 我又只能睡沙发 那我就是洗菌吧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样是对的 合理吗 合理 合理 我改了很多了 改了很多了 就是说你就睡在我的床的那一边 就不要过来 就可以了 改了很多了对不对 你改了很多 就改了很多了 还有真的他觉得我很脏的时候 我是不能睡在被子里面 我只能睡在被子上面 那如果冬天很冷怎么办 再随便拿一点东西干 好去睡客房好了 但是这个他自己坚持 如果他觉得脏的话 他睡也是睡在被子上面 被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对 为什么大家都不进去 我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合武这样整自己 就是干净 而且你的脸会放在那个床上面 你就会这样子睡吗 然后那个冬都吸进去了 不好 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因为岳父岳母的遗传 岳父岳母是这样 好的 就比如说去了一个新的酒店 哪怕是 我觉得有多干净 他也会用酒精从头到尾擦一遍 天哪 所以每一次一去 我头两个小时我都不安排节目 他们自己先擦一遍 很勤劳为他们 然后他一出来就 我们准备好可以出去 你这样子 所以你老婆没有这样吧 她没那么 我比她好很多 对 可是要睡酒店里头的被子跟枕头可以吗 睡好就是自己带 她会自己被 我会自己带 你自己带枕头跟棉被 她真的自己带枕头被子 洗澡的时候用的毛巾呢 洗头的毛巾自己带 她反正不知道她为什么觉得这帐很重要 下面怎么重要 听出来了 好像头部最重要 好像你应该带一个什么呼吸的面具 像你带那个 躺那个枕头应该就比较没有 对 你好像很怕吸到细菌的感觉 对 或者有时候就戴口罩算了 真的太累的话 我们两个如果有一个人病的话 我们两个都戴口罩睡觉 我说如果我病了 你不想我睡客房 我跟你一起睡 我就不想传染你 那我们两个就一起戴着口罩睡 对 这个还蛮奇怪的 真的吗 她可能真的没怎么传染到 所以你们俩很少生病是不是 少一点点 因为现在我们打疫苗什么的 没有感冒 可是可能别的方面有病 就是 自己生病 好 我们刚看影片之后 富尔加花花柜有东西要等我们看 好 麻烦杭瑜 好 让我们打开富尔加花花柜吧 游戏机也来了吗 游戏机 游戏机 对 我没有放在你的柜子里 是我的柜子里 那你不用 没有用 可是魔术犯规很好玩 对 童年回忆 但没有真的玩 那就像我喜欢那个冰淇淋机的感觉 那个很大台 那我也觉得 这个小台 这个只有那么小 这看不顺眼 那真的是童年回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玩过 你买回来又不玩 那就无所谓吧 对 你既然不玩的话 就 我也很难帮你说话 对不对 如果不玩的话 你知道刚刚影片当中 玩表情最痛苦的一段 是保险会吧 对 对 所以 上次忘掉密码的时候 是把门爆开来吗 是啊 因为那个锁根本打不开 可是有多少东西要放保险柜 为什么要那么大一个 我怎么知道 你知道里面放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 所以里面是你的秘密 100台游戏机吧 结婚戒指 对 他跟他求婚的时候给了我 结婚姐你是这么大客吗 怎么可能用那么大一个保险柜 那里面可以占一个人 藏了一个人 原来 你干嘛不给你先生的密码 我就觉得 他的钱就他自己管 然后我的钱我自己管 我的钱现在都是你的 对 然后就身为一个女人 需要一个小小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 秘密 真的属于我自己的 小天地 没人看过的 你先生真的没有看过里面的东西 有一些我真的没看过 有很多东西都没看过 我没有打开来 我真的没看过 没有啊 你会不会被人家骗了 买了什么你以为很值钱的东西 放在里面 可能有一些那个Q本 什么 那Q本拿出来用啊 美容院Q本啊 Q本你也放在里面 我就会打开来拿出来用啊 那为什么要喝保险箱 你这么麻烦 就是有些 有些 就是Q本我怕他会骂我 因为我我经常给人家骗 然后就买了一些什么 洗车的那些Q本 主然真的常常骂他是不是 嗯 他被骂到吓到把Q本藏在 保险箱里 其实可能有时候是 我不能对着那个人骂 就不小心就发泄出来了 就其实我应该骂那个 对 你干嘛去骗他 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被你念过以后 他就很害怕 就把别的上当的东西 都锁到保险箱里面去啊 我想大概已经都过期了吧 对 有一些应该过期 那就算了吧 算了吧 留下纪念 提醒一下自己还是好的 对 每次打开的时候 不会被骗了 下一次 今天拿来这几个锅子 你OK吗 我觉得 那个大的锅子可以捐 我觉得那个玻璃的锅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那张结婚照来了 需要捐出去吗 那个结婚照 结婚照 我不要了 但是我觉得你要不要换一个 就起码你换一个不锈的相框 或者是还有其实那个 那个婚照其实里面已经 补起来了 因为里面我感觉已经发毛了 那就再洗一张就好了 对 我再打印一张就好了 现在那么方便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 除非你会帮我再复制一个 是可以复制 不是 那就无所谓了 主要就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就对不对 那也不要差太远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OK 然后你框就差不多 跟这个一样就好了 对 应该也差不多 对 那这样可以捐了吗 对 他如果会复制一个 我就可以捐 那也OK 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互相配合 就是迁就对方 对 这个是婚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会不会使得 他们的温度继续增加呢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计 95分 好高 好温暖 对 给了很多夫妻一些启发吧 你知道他为了生孩子 完全戒掉红酒 对 我很喜欢喝红酒 还有咖啡 然后就 怀孕的时候就要 完全地戒掉 徐希蒂 我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喝 看着我喝 医生说一两杯OK 一口两口OK 真的吗 而且我三个女儿 你看多好啊 真的 对啊 也没怎样 所以不用真的完全戒 不用 但是当然不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狂喝 那你有像他一样会跟婆婆相处吗 我非常会跟婆婆相处 我自己也不花钱在我自己身上 可是只要是我婆婆生日 我就买大就是珠宝 然后包包 然后带她去旅游 带她吃好吃的餐厅 就是我很乐意花钱在她身上 所以你认为 如果亚男要跟你比赛 她并没有赢你很多 没有啊 就是我们拍拖的时候 我也买各种的包包啊 你买过几个包包给你婆婆 两个吧 输了 我大概二十几个吧 才两个而已 那还有其他东西啦 维巾啊 维巾啊 你有买过戒指给你婆婆吗 再说下去我还是各种输 对不起 我要平衡一下大家的视听 就是请不要以花钱的程度来决定 你有多取悦你的婆婆 就是表达关心重要过一切 千万不要把物质的东西当成是 唯一的跟亲人相处的方法 然后呢 花花物的立场当然希望帮她们处理掉一些 给她们的婚姻生活造成干扰的物品 比方说像那些机器 那些锅子 那些照片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让她们决定 有些东西会作为慈善工艺的使用 好 杭玉请你把福尔加修复车 带到我们的舞台吧 好的 我们要请我们的来宾呢 从福尔加修复车上面 选择一部分的物品 用于工艺 同时呢 福尔加修复实验室 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小技能 通过修复 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 来 冰淇淋仪驾过来吧 我真的今天第一次看到冰淇淋机本人那样 所以就 哇 哇塞 里面有这个耶 有酱 就连这也一起附送是不是 都可以 这个粉开的也可以买那种直接是酱来的 对 都可以 所以这一台还是功能OK的 功能OK 我们可以让她们各选样留下来好不好 好 雅兰你会选哪样 你小心啊 我告诉你有可能 你捐一个我买三个的 指挥棒吗 没有我选我 三只 我选我自己的 对对对 你选你的 我自己的 还有那边那个照片 还有什么的 照片他已经答应帮你再做一张了 对 照片还是捐给大家吧 好 好 那个锅 那你要留哪一个 那个吗 你刚才就是想留这个是不是 那个是蛮有的 这个也好漂亮 对 这个是限量版 那你留这个嘛 你看到吗 而且它这个尺寸很好炖东西 对 红酒炖牛肉 对 他真的吃拿这个红酒炖牛肉 对 然后真的好吃 很好吃 下次做给你们吃 好 我真的不懂锅子有什么好限量版的 就是 因为它上面有爱心 有这个 然后呢怎么样 尺寸的世界 好吧 所以要留这个 那留这个吧 好 主栏其实只有指挥棒跟杯子 跟冰淇淋机 对 还有这个 那我们就让夫人多留一样 然后主栏一样都不要拿 好 我留 没有了 你再选一样没有跑了 我快开派对了 没有了 没有了 I'm so sorry 好 所以 你再留一个 你再留一个 这个其实可以再买的 还是说那个也不是很喜欢 对 那个很好 所以我们留了这两个锅子 然后主栏一个都不可以留 主栏还要写卡片 来 要写一个卡片 谢谢要收藏这些东西的人 辛苦了 我还要谢谢他们 你要谢谢他们 然后祝福好东西 到了新的主人的手上 要抱着真心 写下你的祝福 有真心 我看看祖兰写的什么 拜托 保管好 充满爱与欢乐的东西 亚南也签一下吧 好的 好的 好疼 充满爱与欢乐的东西 会到达 赞助我们公益的 各位收藏者的手上 本期节目中 所有一天物品相关收入 将在公示后 捐赠给光明优酷 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 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 捐减乡村艺术教室 那今天非常谢谢这对可爱的夫妻 给我们这么愉快的故事 谢谢 好 我们花花王物 下一期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花花王物富尔嘉修复实验室 那么今天我就来教给大家 刀具除锈的办法 我们先把它放在水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 柠檬酸或者小苏打 一起浸泡在水中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等待浸泡就可以了 我们的刀已经泡好了 现在我们用 事先准备好的刷子 在刀具的表面进行刷洗 然后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刷子 干毛巾把表面的水分擦拭干净 最后一步我们拿一个 家里的陶瓷杯或者陶瓷碗 把它翻过来 然后用刀具在底部进行打磨 修复物品 整理人生 在花花物中和肌肤修复专家 富尔嘉来一场 怦然心动的美丽人生的 整理魔法吧 蛮好笑的 我觉得王主兰他 他老婆对他太好了 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相处模式会有各种各样的包容 和迁就在里面 满瓶甜蜜 一直在吃狗粮 之前对他们两个的印象温度 差不多是60度左右 但是通过就是今天的节目 就感觉更加了解 他们两个的夫妻生活 那差不多可以飙升到80度 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什么了解 大概就是50来分的感觉吧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 差不多有七八十 能给他打85 90 就是你会真的觉得 他们两个真的太好了 专业修复 贴琴呵护 本节目由 功能性护肤品牌 国品之光 富尔嘉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花花世界 安全之选的沃尔沃全新S60 赞助播出 欢迎唐老师 刘老师 欢迎刘老师 欢迎三位 感谢本期拍卖平台 咸鱼 上下约APP 搜花花万物 立即相拍 本期明星思误 贵子 现在还有人祝你早生贵子了吗 那是一个诅咒 所以你们是这部戏第一部的时候 就立刻爆红吗 永远都会被观众要求要拍照 要握手这些吗 所以那时候有觉得很得意吗 非常开心 那个是咋说呢 我拿 为什么呢 一开口你们就笑了 贵心里话 我要你 让赵四尔给我坑一下 你知道不 什么 从哪儿演完赵四尔那电视剧 所以街巴要怎么演比较真实 就是翻到课表上 咋啥呢 东北 大哥什么就得狠那种 刘能是这样 大脚啊 给我来瓶酱油 好 他们三位有一支舞蹈最近很红 好像我们不会跳有点过时 哈哈哈哈哈 还有还有要 哈哈哈哈 这笔圆满都圆满 哈哈哈哈 这世界很酷